歡迎收聽《紳士國聽新聞》 我是詩詩 台灣位於第一島鏈關鍵位置 《讀書共和國集團的明白文化出版社》 計劃發行有關地緣政治的系列重書 首本《島鏈風雲》已經出版 邀請專家執筆 共同解釋台灣地緣重要性 《島鏈風雲》撰寫的專家 包括地緣政治研究員 國際關係名家、經濟學家、地理名師等 議題包含自然地理、國際戰略、經濟 半導體、產業鏈、歷史與文化等多重面向 東吳大學政治系教授劉必榮在《新書》中指出 台灣的地理位置剛好就落在西太平洋 海權與陸權對抗的交會點 是個典型的島鏈國家 島鏈的地理位置決定了台灣的外交宿命 1950年韓戰爆發 美軍協助防護台灣 因為島鏈的關鍵位置 使得台灣免於被赤化 但是由於第七艦隊協防台灣 台灣海峽被中立化 台灣也從此無法越過中線對大陸反攻 維持台灣的現狀 變成台灣的宿命 國立政治大學日本研究學委課程教授 李世輝日前在《新書》發布會上說 如果讀者更能理解地緣政治 大家對地緣政治的思考 會形成全民某種程度想像的國家利益 這樣是可以影響到國家的政策 他在書中指出 在地緣政治上 台灣與日本同屬第一島鏈 在冷戰時期有著純齒相依的安全關係 對台灣來說 台灣的安全有很大部分依賴日美安保體制 對日本而言 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 讀書共和國集團創辦人郭重興致辭表示 明白出版社推出這一系列的書 令他覺得驕傲 出版關於地緣政治的書是他的責任 明白文化出版社總編輯林奇百表示 在地緣政治系列的編輯過程中 所有參與者都非常熱血、感動 不但無私貢獻智慧結晶 還主動提出各種貼近讀者閱讀的可能性 國防安全研究院國防戰略與資源研究所 助理研究員澤民宗在書中指出 中共處於一個半封閉性的海洋地理環境中 由中國沿海港口進入太平洋 必須經過很多海洋煙喉點方能抵達 成平時期 中共的機艦經過海洋煙喉點水域時 極容易被敵方偵察到 並未除監視 戰時 行中極以暴露 遭到敵方攻擊 台灣只要妥為運用潛艇與岸置攻船導彈 並結合指揮自動化系統 可對中共海軍通過海洋煙喉點形成阻嚇效果 澤民宗說 潛艦國造對台灣具有重大戰略意義及內涵 對國內產業而言 透過工業整合使出台灣初具建造潛艦的完整供應鏈 擁有技術自主能力 也強化台灣民間國防產業能量 對海軍而言 隨著八艘潛艇陸續加入海軍戰鬥序列 台灣將擁有十艘現代化潛艇 水底戰鬥力由戰隊提升至艦隊規模 協同水面與空中兵力 形成完整立體作戰能量 未來 這支水底部隊將制約中共在台灣海峽 及進出太平洋的活動 為台灣安全提供更為確切的保障 前駐美大使高石泰表示 這本書透過簡要的文字、圖片、插圖 甚至漫畫 來探討台灣的地緣政治、經濟、科技、文化 供應鏈的核心價值與核心利益 大家都問 在國際的大旗盤或國際的大旗局裡面 台灣是被動的旗子 還是主動的旗手呢? 或者兩者皆事 又或者兩者皆不是 這一系列地緣政治書籍出版 可以激發大家很多靈感 幫助我們找到答案 毛斯地理粉專社群版主 毛養裔對大紀元表示 他作為一個高中地理老師參與編輯 是希望從教育方面 輔助地圖及地理知識 使得更多人了解從地理或地圖 就可以慢慢延伸到地緣政治 世界上有自由民主和極權專制政體 我們擔心極權專制政體沒有監督制裁力量 就像習近平可能會做很久 他會不會錯判形勢打台灣 這是需要留意 明年選舉後不管誰做台灣總統 都需要好好面對習近平政權 和台灣周邊國家的互動關係 東海大學政治系教授優施儀說 美國人不希望台灣人沉溺在島鏈情節 而太懶散 不願意訓練和武裝自己 台灣要了解到同盟主義是基於互助主義 美人不會去幫一個連自己都不幫自己的台灣 所以台灣恢復徵兵制 並逐步將疫情延長至一年以上走的方向是對的 簡而言之 如果台灣人不怕打仗 中共就有可能輸 也只有台灣人不怕戰爭 台灣安全才能夠長長久久 《島鏈風雲》一書提到第一島鏈的戰略功能 以台灣為地理核心 日本為主要駐軍基地 押制中共穿越東海、南海 獲取前進太平洋路徑 美軍在這裡駐有最強大的海軍陸戰隊 和海空軍聯隊 可牽制中共艦隊 第二島鏈戰略功能 以關島為核心 美國有完整海空軍部隊 控制菲律賓海和西太平洋海拳 關島部署長程轟炸機 可以直接增援第一島鏈戰士 第三島鏈戰略功能 以夏威夷為核心 是島鏈戰略的最後防線 政策中共潛艦行動 阻擋對美國本土威脅 澳洲為第二島鏈和第三島鏈的共同終點 是島鏈戰略的主要後勤補給點 從海拳、美國的角度來看 第一島鏈若爆發戰爭 第二島鏈可以立即增援 第三島鏈負責圓圓不絕的補給 美國將運籌中心點設在第二島鏈的關島 因為關島可以構成關島日本、韓國 關島台灣、日本 關島達爾文、珍珠港 甚至關島、夏威夷、阿拉斯加等 近來 美國規劃在關島設置全方位彈道導彈防禦系統 就是為了能從更遠方強化阻嚇中共的效果 另外 美國亦協助扮演第二、第三島鏈酸紐的澳洲 建構核動力潛艇戰力 藉此提高收網靈活動 從陸權、中共的角度來看 現在是轉型為海陸權並進格局的關鍵時機 中共最具野心的盤算是一舉拿下台灣 以台灣島作軍事前線和緩衝地帶 並可自由出入太平洋 不過攻打台灣必須付出大的代價 美國致富戰略與預算評估中心 以島鏈為基礎 提出群島防衛 群島防衛南北兩端是第一島鏈的日本和菲律賓 這兩個國家和美國簽署共同防禦條約 中間是台灣 兩個側翼、韓國和越南、印尼和新加坡 就居重要戰略位置 為何說美國不會鬆開對島鏈盟友的承諾呢? 因為島鏈安全網正是美國最重要的地緣政治安全保障 以上節目內容 取材至大紀元記者中原台灣採訪報導 今次的《新視覺聽新聞》就到此為止 請記得訂閱、點贊 本節目粵語版部分內容已加入大紀元的Patreon 也請大家多多支持 請多多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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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視頻》 請多多支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